各位同工 大家好 我是夏Sir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如何利用CheckGPT 去幫學生練習一些公開試的長題目 特別是看他們的答題技巧有什麼需要改進呢 原來CheckGPT都真的幫到手 這個發現都是昨天才找到的 昨天和學生一起在課堂裏面 一起做Path paper DSE中六 剛剛教完書 接著我們就可以做一些長題目 一個做法大概是這樣 首先有條長題目 這是DSE加ICT的Path paper 接著你找辦法用你慣用的學習平台 譬如Google Classroom 我正在用教育成的VLE平台 收集學生的答案 當然它會先做 接著因為是文字 你只需要Cup and Paste 放回PoE 現在我正在用PoE App 版本的CheckGPT 這次最大分別就是 這次我們不是叫CheckGPT 答這條Path paper的答案 即不是要找這條Path paper的答案 是分析學生的答案 究竟是答得好還是不好 即是做一個Evaluation 當然也有人會質疑 學生打字打個答案下去電腦 跟真實考試就差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操練的過程 或者Refine它的exam skills 是不一定用紙筆的 因為反正我們真的考試的時候 或者真的做測驗的時候 我們用紙筆的 但你練習 就是Drill它的skills的時候 不一定 而且電子的好處就是 你方便用AI做分析 甚至乎 學生可以自己 將它的答案 Post到CheckGPT 叫CheckGPT 給回學生 他自己可以幫自己做分析 即是不用靠老師在場 道德 好了 我們來看看這條題目 首先 Mary準備upgrade 他的laptop computer 然後Mary和他的同學Peter 一起做一個project 比賽的 以下他的對話就說 Peter說自己找到一些有用的資訊 在網上有用的資訊 包括圖片 做個project Mary就說我不肯定 你找到的資訊 是不是reliable 是不是可靠的 part one 就是 Suggest two ways of validating the information Found by Peter 叫你舉出兩個方法 Two ways 去核實Peter找到的資訊 究竟是有沒有效的 或者可不可靠 信不信得過的 兩分 跟著part two in terms of copyright what should they do before using the images in the project give two suggestions for them 兩分 根據那個版權的概念 究竟他們用網上找到的圖片之前 before 他們應該要做什麼呢 好了 跟著我們看一下這個學生的答案 假設這個就是 Stan Yang的 我首先把問題post 下來這裡先 跟著這個部分 就是學生的答案 黏在那個問題的下面 Yen這個學生就答 Check the sources of the information Whether it is reliable or not It is suggested to be official information 沒有辦法 Check the website of the information 這個第一個是ok的 Check the source 來源來自哪裡 是否reliable 至少要 這個reliable的時候 重複用回題目的字眼 但是 那個sauce的字是重要的 它的內緣是哪裏 哪裏 哪裏作的呢 其實最好寫上offer 或者那個官方網站的網誌 在哪裏呢 另外就是 這裏 沒有了沒有了 Check the website of the information 這個不夠清晰 不夠specific part two they should be with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ose information 這裏可能那個gram 這裏表達得不太清晰了 不過呢 看那個key word是對的 其實它要拿到那個 版權持有人的permission 先 才可以用那些資料 或者圖片 那這個呢 就是學測的答案 好了 跟著呢 你就可以落個prong了 prong就是說 你叫個church gpd mark 其實這個是seul and yen 打落就是它的字 and give her scores 所以呢 叫個church gpd 打分 打分 但是呢 可能這個叫ICT4 church gpd的訓練 是相當足夠的 他很懂ICT4的內容 所以呢 他真的會給到 意見出來的 看看這個 非常厲害 這個church gpd的回應 based on the student answer provide he is an evaluation 他評估學生 答得好不好 那這個呢 是昨天和學生在課堂一起 一起做的 我就是現場呢 在projector那裏呢 那裏呢 搜尋這些畫面 給那個學生去看 再看下面這裏呢 這個才是重點 那跟我的想法都很相似的 真的跟我的想法都很相似的 但是有缺點 對了 漏了些specific details 有時候學生答問題就不夠仔細 那以往呢 我們通常考完試 先跟學生講 這些阿里份卷 電台幕答得不夠specific 但是現在不是了 我們直接在 做他答問題的時候 答完呢 立即post of judge gpt 等個AI去分析他的答案 那我見到呢 他這個說服力呢 是強很多的 因為即時給回應的 你不夠specific details 跟著呢 另一句說是However 有個建議 怎樣他答得更加好呢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If they provide and other suggestions related to copyright 即是說呢 除了得到版權潮人的同意 還沒有其他方法 處理版權問題的呢 例如Creative Common License 就是這個CC 那也是另一個方法 這個呢 學生會學到東西 你現場需要去看呢 那他真的會相信 最快打分了 那四分裏面 這學生拿了兩分 是嗎 Part1拿一分 那如果GPG說你兩分拿一分呢 就算你給一個marker去改 通常都差不多了 不過你肯定不會拿換分 即是說你還有進步的空間 那學生馬上會知道自己呢 心裏面有個底數 就是說我這樣答 大概有多少分 那這個呢 非常重要 即是他有沒有 他覺得向哪個方向去再努力些 以至於他可以拿多多些分數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來的 因為是即時做一個 Evaluation 即時做一個assessment 這個呢 某程度上真是一種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來的 就是評估學生有什麼不足 等他 至少自己知道自己呢 那個不足之處呢 什麼地方 那我很欣賞這個打分 即是呢 反正公開市呢 每個part都有分數的嘛 只不過我這裡呢 沒有一個marking scheme 給他這樣而已 那現在就查GPT 用他自己的marking scheme去做 那如果你再想得再詳實些 可能你把那個marking scheme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那可能呢 就會再精準些的 align公開市的答案要求 好 那這個呢 就是Aim Read的學生的 answer 那你看到這個學生呢 They should check the source from where the image is obtained 英文表達才好一點的 and then they can cross reference the information you find with other credible source 都是用其他可信的網集 做個cross reference 那就知道 他這個網集找到資訊 可不靠啦 那二 就是They should make sure the image is found on the internet can be used freely 這裡可能有些打錯字 They should obtain the necessary permission 就是得到 本來是有人的同意才可以用 用完還要credit 這個說得好一點 credit the owner of the images in the project credit他 credit他 那接著我又叫出GPT 幫他打分 那就好了 出GPT 就是先分析學生 他答了什麼先 事實是這樣 他分析學生答了什麼先 做個 summary and then有個 evaluation 那很明顯這個學生是答得好一點的 是不是 就是4分 拿了4分 這裡 每一part兩分他拿足了 那他的評語就是 那學生如果見到自己的答案 CreditGPT有什麼回應呢 我會非常正面 the answer the answer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idation process 那就是CreditGPT真的認識的 很神奇這件事 他真的認識這些東西 好像一個人那樣的 只不過是一個電腦 一個language model 一個AI的language model 有這個意思而已 有就讚他 有讚他 有讚他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自平的方法 我們這裡再看多一題 就是看一隻AI 如何幫助作生 改善他們答題的技巧 那還有另一題的 那就是 Mrs. Wong 那他講明這裏是State Health Hazard 那就是 假如用6個小時 那有什麼健康的威脅呢 而 suggest a product for reducing this health hazard 即是有沒有一些產品可以減低 Mrs. Wong 面對健康威脅的風險 減低風險 那這個是學生的答案 那他這個呢 他這樣答 risk strain 因為他講明這裏是State Health Hazard 那可能學生呢 就這樣答一個單字 其實這些呢 就 雖然他答中個keyword的 但是呢 就有一個很高風險的答法 因為呢 你不是答一個 就是完整句子 你這樣答一個單字 有時候呢 就是一個 如果萬一你的key point key word 不是那麼中的時候呢 你有機會是沒有分的 零分的嘛 你基本上應該答一個 完整句子 就是不可以答單一個字 其實是高危的一個行為 那二題 他又答一個單字 suggest a product 雖然這個也是suggest a product economical design box 他答中的 不過呢 我從來都不見學生這樣答問題的 好了 那接著呢 就把他的答案 照他post 這個 今次這個人用GPG4 去分析 那接著呢 叫他markAimry's answer 那他就 Aimry get full mark for this question 因為他答中嘛 中了key point的 因為呢 那個就是prolonged use of mouse 就是用的mouse 用六個小時 prolonged use 這個GPT給了一個很好的詞 prolonged use 那就會有一個叫RSI repetitive strength injury part二呢 就是這個答中的 economical design mouse 但是他有解釋的 這個就有解釋 這個就有解釋 給了出來 那他說他給沒有什麼 但是呢我就 改一改一個marking scheme 就是說 其實呢 我們應該就是 告訴Ai 聽呢 加一個prong the marking scheme should include the student has to answer in complete sentence 就是他用完整句子回答 那叫他重新再改一次 那這件事呢 我們在學生面前呢 課堂裡面呢 就是 當著他們面子一起做的 就是大家答題 不可以答一個單 一個字 一個字 這樣就做答案 要完整句子 那如果不完整句子 那怎麼做呢 這樣就問問Ai 這樣就 接著呢 他真的是 扣分的 很搞笑 雖然DSE沒有0.5分的 極小情況有半分 但是呢 已經收到阻嚇作用的了 那這裡有說 他答對這個 restrain 但是呢 就是 就是 It is not a complete sentence 連Ai都發現到這個問題 很搞笑 你在學生面前做這件事呢 他就 喂 你真的看到 扣分的 是有 即時的效果 即時扣分 0.5分 雖然這個 不是太真實 這樣 但是呢 都收到一個 挺好的 阻嚇作用 不要這樣做 那第二部分 都是一樣 Economics Design Mode It is not a complete sentence 連AI都說你有問題 那你都幾大機會有問題的了 真的 那所以呢 當然AI都不會百分百對 不過呢 很明顯這個都是經過老師的驗證 真是make sense 那所以 according to marking scheme require complete sentence Aimut would receive 1 out of 2 marks or 40 ounces 那其實這個動作呢 就是學生呢 交答案之前呢 最好將自己打的答案呢 聞一聞查GVT先 連一下題目 那他自己自我反省 即是自己檢查自己的答案 有什麼問題先 先交上來 就是當操練的功課這樣交呢 那效果更加好的 現在交了 現在我們就一起跟學生 他交了啦 那我就分析啦 其實他交之前呢 可以自己分析的了 他可以自己改良自己的答案 那這個呢 在self study裡面呢 是非常有用 那老實說我們上課 有多少時間做這些事啊 即是一堂呢 四十分鐘 兩堂八分鐘 那其實學生呢 他自己的時間才最重要嘛 那我們教會他去釣魚 好過餵條魚給他吃 那所以呢 就是最緊要教會他們一個 自我改善的技能 那原來AI呢 真的幫到手的 好啦 這條片就講到這裏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